这个单元独立不定词在写作上 非常棒 因为它是单独使用的 所以在你在写作文的时候 如果有需要用到这样的内容 你就直接在句首套下去 那五跟六都没有放在句首 都是放在句子的中间 一到四用大写的都是放在句首 to begin with 首先 to be frank 坦白说 to tell the truth 老师说 to be sure 确实 这是很好用 现在我们来看例子 to be frank with you 这个with you就省略掉了 坦白跟你讲的意思 那么就剩下to be frank 坦白讲 love is blind 爱是盲目的 第二个例子 to be sure 确实 true love is everlasting true love 这是真诚的爱 是everlasting everlasting是永恒不遇的 这是两个例子 下去我们看练习第一题 Mr.Smith is Smith先生就是什么 a walking dictionary walking dictionary是一个固定的写法 好像是会走路的字典 它本身就是一个字典 会走路 去到哪里 去字典到哪里 我们称它为是一个活字典 所以这里面的内容 只有一个可以符合 它就是我们所谓的 所称之为的活字典 因此答案要用so to speak 其他的内容都是不贴切的 第二题 在巨手 you cannot even take a coin into the next world 它说 你甚至没有办法带一个 coin coin是什么 同版同地 带到哪里 into the next world 带到来世 也就是说 这一生结束了 你到地狱的时候呢 你甚至连一个铜版都带不走 所以人生在世 一切都是空的 你没有一个能够带走 好 我们现在看内容 哪一个是符合的 telling the truth 不对 to tell the truth 老实说 没错 这就是 因为它是固定的 独立性就表示它是固定 它不受其他的影响 所以像这些 A C D 都是乱写的 没有这种写法 它的写法 老实说 就是to tell the truth 就这样子而已 好 不要被它骗到了 继续 我们看第三题 首先 失去健康 就是失去幸福 首先 我们就可以用 to begin with 当然还有其他的写法 不一定就是用 to begin with 我们还可以用很棒的 那个 first of all 首先 好了 现在看内容 失去健康 就是失去幸福 这个是有在对称结构的 既然是有在对称结构 所以我们写法尽量要配合 我们先用动名词 来当主持吧 失去健康 losing health ease losing happiness ok 这是第一个写法 第二个写法 我们换别的 我们用名词来写 那么前半段 是一模一样的 老师就不写了 这个失去健康 我们还有一个 转用名词 前面这个是动名词 在对称 losing losing 现在我们改用名词 the loss of health 健康的失去 意思就是 the loss of happiness h-a-p-b-i-n-e-s-s 就是幸福的失去 所以这两个写法 都是一致的 对称的 但是难度高的写作 在讲文法代名词的时候 就会讲到说 老师你这个 the loss已经写过了 后面不要再写了 用let代替 可不可以呀 可以的 the loss of health is let the loss of happiness 但是你用let之后呢 就没有一个 对称的语感 所以我们对称的语法 我们就不要用什么 代名词来代替 还是 losing p-a-losing loss p-a-loss 这个念起来 才会顺畅 第四题 我们迷路了 这是一个句子了 更糟的是 是另外一句 又下大雨的 我们可以用分号 我们迷路了 这件事情 应该是过去了 所以我们用过去式 we got lost 分号 更糟的是 就是to make matters worse 这是固定的 不用考虑那么多 所以他用matters 我们就用matters 我们就只要套下去用就可以了 to make matters worse 更糟糕的是下大雨了 记住 这是一个句子 句子当然要有主词 要动词啊 找不到主词 我们要自己想办法 要给它补上去 下大雨的主词是什么 天 所以要用it begin to rean hard 天 开始下大雨了 要加一个begin to 开始下大雨了 所以这个是更糟糕的 又下雨了 迷路又下雨 真是糟糕 这个就是独立的 不定词片语 在写作上 真的非常好用 这样别忘了 很糟糕